你敢相信吗?我国有三大神秘军事禁地,周围戒备森严,每个都派有重兵把守,只要有外人进入,立马就会向我国内部发出警报,可以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,这些军事禁地各个都与我国经济命脉紧密相连,任何一处只要遭到敌人的偷袭毁坏,那么都将被视为向我国不宣而战。 以下我们就一同来了解,这三大神秘的军事基地都有哪些,首先就是地下核长城,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完成,成了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弹的国家,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手里有了与世界抗衡的底牌,同时也代表了谁手里有核武器,谁就可以在其他国家面前抬起头来,可见核武器强悍的威力不容小觑。 根据资料显示,我国已拥有400多枚核导弹,而这些核弹都被隐藏在一个神秘的地下军事基地里,同时也隐藏着核弹发射口,能存放下如此多的核弹数量,可以说是工程非常的浩大,因此也被誉为地下龙宫的美称。 而这座神秘的地下宫殿,我国曾派出6万个工程兵,历经17年才建造出来这种军事基地,直到21世纪才被公开,任命为816工程遗址。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,无疑不被这宏大气势所震撼,做工之精湛,气势之宏伟让人赞不绝口,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挖掘机的时代,是如何建造出一座全程20公里的隧道导弹,即使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和上千枚炸弹的轰炸,都不会令其有丝毫的颤抖。 足以可见,我国当年国防军事实力的强大,我国有三大最为神秘的军事禁地,每个都与我国国运息息相关,一旦遭到敌人的侵入,后果都不堪设想。 我国第二个神秘禁区就是三峡大坝,之所以被列为禁区,不单单是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规模,还因为它占有重要的军事价值,三峡大坝相对于地下宫殿更为重要的多。 在这个地方,我国派出重兵把守,任何游客以及来往的人群,都不允许再次逗留或拍照打卡,足以可见此地的把守森严,并且三峡大坝还拥有着顶级的防御系统。 1994年我国开始着手于建造三峡大坝,花费15年的时间才彻底完工,可以说里面的一砖一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与改造的,再配合特制的材料,才使它拥有如此高的价值。 这项工程不仅承担了防汛的水利职责,还隐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,它所消耗的土石远比金字塔的60倍还要多,被专家誉为我国真正的水上长城。 另外,三峡大坝的坚硬程度,已经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,有相关学者进行过轰炸模拟实验,事实证明,即使被多枚核弹精准打击,也难以撼动它的丝毫,即使出现不疼不痒的缺口,也会被我国准备的备用材料很快地修复。 若有敌人想搞破坏,简直就是吃人说梦,并且此地有我国重兵24小时轮班把守,不定点水面巡逻以及周边布控的防空雷达,即使有苍蝇飞入也会很快被发现。 所以,三峡大坝对我国来说极为重要。 我国最为神秘的三大军事禁地,个个都拥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,每一处都派有重兵把守,任何一处一旦遭到偷袭,都是会对我国的不宣而战。 最后一个神秘禁地就是青岛的航母基地。 航空母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极其重要,它不仅能代表我国水上军事实力,还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。 现在我国拥有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,在以后的时间里,也很有可能会打造出更多的航空母舰。 如此多的航母若是没有一个足够大的港口,很难能承担得起。 而对于航母港口的要求,相对于普通的港口来说更加的高。 首先需要在维修保障上以及配套设施上精益求精,其次还需保证一旦发生战事,这些航母都能迅速执行作战命令,到达指定海域进行作战任务。 我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就在青岛建立了航母基地,从1988年开始建立,耗时20年的时间才建立完成。 这里不仅山水环绕一手难攻,还能同时停下30多艘航母,进出自由,完全解决了航母所需的各种要求。 作为我国的最大的航母基地,这里常年派出重兵把守,防空作战系统更是严密,因为这里承担着我国领海领空的职责,更是对外宣布我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。 若是有人悄悄地搞偷袭,那么咱们也只能奉劝他们,后果自负。 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 这是我国最贵的七款武器,他们个个都有毁天灭地的威势,就连镇国神器东风41都排不进前三名,第一名更是贵到离谱。 首先第七名就是歼16战斗机,大家都知道,我国的歼20是威龙在天,却很少有人知道,这款一直深藏功于名,绝对堪称是乾隆在渊的歼16战机。 我国这款四代机,不但在歼20卫士之前,已经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千金重任,而且在作战的各项指标上,完全可以媲美俄罗斯的苏35S,在机身上还不惜重金装备了,全球领先的雷达扫描和双座系统,从而大大加强了歼16的空战能力。 当然,如此性能强大的战机,就决定了,它绝不可能是便宜到家的大路货。 据悉,一架歼16的整机造架,居然高达4亿多人民币,真可谓是寸几寸金啊。 第六名是,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,其单机造架约为8亿人民币。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出的,一款运载能力无比强大的军用运输机,运20在最大起飞重量上达到了惊人的66吨,在性价比上完全不输老美的C5银河运输机。 可以说,运20的诞生不但代表着我国空军,已然跻身世界一流,而且也证明了中国军工的日益强大。 相信未来中国空军的发展将变得更加迅猛优秀,终有一天将做到,尚能九天揽月, 翱翔于九天之上,第五名是,075型两栖攻击舰,其整舰造架约为30亿人民币,绝对是我国海军的一大压箱敌武器。 同时,075也是中国设计的首艘大型两栖攻击舰,在海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。 自从2021年4月23日,第一艘075及海南舰入列服役后,这款具有强大机动作战能力,造船工艺要求极高, 并且,造价十分昂贵的大型水面战舰,就一直肩负着保卫我国领海主权的神圣使命。 甚至在4万吨的排水量上,都补出一些小轻型航母,可以说,075充分体现了。 我国海军的巨大进步和目前无与伦比的强大综合国力,这是我国最贵的七款武器,就连镇国神器东风41都排不进前三名。 第一名更是贵到离谱,第四名就是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,作为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战略核导弹。 东风41的单枚造价约为25亿人民币,有着一枚就能消灭一个城市的强悍威能。 当然,拥有如此威力的蘑菇弹,造价无比昂贵,是意料之中的事。 其建造材料以及运用的技术都可以说是世间少有。 东风41的发射系统可以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与之相配的重型牵引车,用来拉着东风41机动路机发射。 另一部分就是导弹本身,采用了三级固体燃料推动方式,并且能够携带6-10没分导式核弹头,能让所有对手都无法轻易拦截。 正是在科学家们如此精妙的设计下,东风41才成为了我国火箭军的杀手锏武器。 第三名是055五行导弹驱逐舰,其综合造价居然高达80亿人民币,简直可以说是贵到没朋友。 055拥有长183米,宽8米和排水量过万吨的超高战舰规格,还配备有多达112个锤发单元,以及国内顶尖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, 并且还搭载着每分钟射速过万的1130尽防炮,能在转瞬之间消灭掉数十个有威胁的作战单位。 在我国海军作战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,堪称是最强的中华神盾。 第二名是山东号航空母舰,作为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,其单舰造价达到了惊人的300亿人民币。 山东舰于2017年4月26日下水,又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后,于2019年12月17日入列服役。 在山东舰的研发打造过程中,我国不断采用了大量新设计、新材料,并且运用了上万个零部件和不计其数套先进设备,来日以继续地开发和建造山东舰。 和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相比,山东舰不但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神奇设计,而且拥有了效率更加强大的战斗能力,能够完成高海矿武器实弹作战,跨去机动巡航以及海上补给等光荣的海战任务,绝对称的上市物有所值。 第一名是福建舰,作为我国海军的第三艘航空母舰,福建舰承载了无数代海军人的梦想和希望。 在单舰造架上,更是高达500亿人民币,位居中国武器,价格榜首位,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将霸占着造架第一名的宝座,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 在排水量高达8万吨的福建舰上,咱们不仅运用了电磁弹射,升降器和舰载机组缆锁等全球领先的黑科技,还配备了更多的舰防武器,其中就有威名远扬的一斤130斤防炮。 可以说,福建号就是我国海军真正的定海神针。